一提到台式糕点,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凤梨酥,可是您听过用新鲜洋葱制作的洋葱酥吗? 近日,中心社记者在恒春古镇见到了洋葱酥发明者张家芬,一探舌鲜上的洋葱糕点。 刚出炉的洋葱酥表皮金黄,内馅是熬煮6小时的浓缩洋葱,咬一口葱香四溢,齿佳流香。 张家芬介绍,一颗洋葱只能做两块糕点,别看洋葱酥喷香美味,但制作过程却十分艰辛。 洋葱味辛辣刺鼻,剥葱,切葱等前置作业,总要泪流满面才能完成。 我们的规模就是我们还是手剥的洋葱,那切葱的话,你切一袋可能会稍微想要留恋。 你如果切了十袋以后,你就发现你泪流不止,然后鼻头都是红的。 大炒的时候每天都要切二十袋二十袋。 切完洋葱,紧接着就要开始最重要的馅料制作。 张家芬说,炒洋葱不仅需要技术,还需要体力。 她与丈夫必须在四五十度的高温下,轮流将二十多袋洋葱在大锅里翻炒六个小时。 中间环节一旦出现失误,就会前功尽弃。 那最难的就是后面那两个钟头,因为它开始就是要收汁了嘛, 如果你的吼获没有处理好,或者说你稍微一闪一闪就, 我稍微转个头做个什么事情再回来,那它已经焦了。 那洋葱它一焦的话,那个味道非常的强烈, 那几十袋的洋葱就这样毁掉了。 这个洋葱因为它没有添加,所以它在烤的时候, 就是个功力,就是你要注意它的时间跟吼获, 然后温度的控制,它很容易就会爆僵了。 恒春是台湾最大的洋葱产地,当地的葱农靠天吃饭, 一年只收一次。 身为恒春人的张家芬,从小看到葱农的辛苦, 在外读书工作的他决心要将洋葱变成美食主角, 所以毅然辞掉工作,钻研制作洋葱酥。 经过多次失败与调整后,张家芬终于做出了他认为理想的口感, 香农的起司外皮与洋葱的美料搭配, 让洋葱酥在2011年一经推出,便一炮而红。 但在他的心里,最遗憾的事情, 就是没有让父亲看到自己事业上的成功。 其实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很反对, 他觉得你应该可以做比较秀气一点的工作。 当初他没有看到我做洋葱酥成功,他就走了。 所以我在前辈的几年,其实我为了父亲在做。 当我因为想念我的父亲的时候,我就买一手一只切洋葱。 所以在切洋葱的时候,一直很放肆地流眼泪。 大家都不知道,因为我是在怀念我父亲。 带着对父亲的怀念,张家芬的洋葱酥事业蒸蒸日上, 被评为肯丁十大伴手礼,也是全台唯一一家洋葱酥专卖店。 此外,他还研发出各类洋葱美食甜点,洋葱冰激凌,九层塔饼干,葱仔饼等。 不少大陆及海外游客回去后对这些糕点的味道念念不忘,打电话跨海订购。 但近年来,随着肯丁旅游人数下降,洋葱酥的生意也不如往昔。 尽管如此,张家芬依然坚持只在本地贩售,希望洋葱酥成为当地的美食名片,推广肯丁旅游业发展。 我还是坚持我开店的时候初衷,就是我没有要做网购,也没有要做其他店的代销。 我希望在这个小小的店能够吸引游客说,想到洋葱酥就想到恒春,想到恒春就想到洋葱酥。